弟弟走走 魏老师 校长 这孩子特殊情况 你就让他姥姥陪着他一起上课 好不好 进来吧 来 谢谢 谢谢 校长 没事 同学们 我们班许婷婷有一些特殊情况 所以她的姥姥必须陪她一起上课 同学们不要走顾右盼 集中注意力在前面 听见了吗 听 校长 这课我没法上了 为什么 还能为什么 许婷婷她姥姥 小魏老师 你就当多个学生 就当有上级领导来听课 行不 她要是能老老实实听课 我就不来找您了 反正她在 这课我没法上 怎么就没法上 您自己去看 当一个最文明的人 说话公共场合 不能宣伍 文明说话 我在跟孩子们交流心得呢 好 你们都坐到座位上去吧 坐到座位上去吧 大叔姥姥 谁的学习成绩最好啊 我 稍微大一点身都不行 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班上所有的桌椅腿上 全摘满了橡胶垫 就怕有声 我在台上 稍微大一点声 那个康小虎就冲我 许婷婷怕被吵着 可是我那么小的声音 后排的同学根本听不见啊 你说她怕吵吧 她老了还举手问问题 说我刚才问的问题没讲清楚 许婷婷没听明白 我还得回头单独再给她讲一遍 您说 咱这是公立学校 不是她许家开的私塾 我还得照顾其他同学啊 好了好了 魏老师 你先回班级上课去 许婷婷她姥姥的问题 咱们回头再研究 好吗 好 回去吧 回去吧 先上课 上课 上课 定天啊 姥姥给你找了一个小盒子 你耳窝拿下来的时候 把它装在里头 就不会脏了 还记得姥姥怎么跟你说的吗 睡觉的时候不带 洗澡的时候不能带 记住了吗 拿着 进去做功课啊 妈 你给我那个给婷婷买个窩的十二万 哪儿来的 小雪机给我来的呀 她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钱 你不会是出去借了吧 没有 我不是自己也有点积蓄吗 您那点积蓄就别跟我说了 您有多少积蓄我不知道啊 我 起来吧 过两天我把这钱给你 我自己来承担 不用 不是说好了的吗 咱们一家一搬 谁 好像有人来 你进去陪陪孩子吧 我去看看 好 好 摔死我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这老齐 你这开门 能不能慢着点啊 摔死我了 你蹲在这儿干吗呀你 我呀是过来 看看我那个房子 那看看那个小丫头 有没有招不三不四的人 你的房子在那儿 你蹲在这儿干吗 老齐 你看看你 我 我这可是关心你啊 你看看啊 你闺女拍胃屁股就跑了 那剩下你们一老一小的 那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 这都没人知道 那我一个老街坊 我既然来了 我能过来看看吗 托尼的服务好着呢 来来来 过来看 好就好 来来来来 来 你先来看 你先来看 不用了不用了 既然好就好 不用了啊 你这儿还挺干净的 行 那你忙 我走了啊 我走了我走了 不用送 不用送 不用送啊 跟魏老师说 魏老师早安 魏老师好 您就 您就送到这儿吧 我进去陪陪孩子吧 昨天晚上 有很多家长打电话投诉 说您在课堂上陪读 影响人家孩子上课了 您得体谅我们呀 老师真的对不起 我知道你们学校 与学校的规矩 我进去 我肯定一句话都不说 我也不进你们的教室 我就在楼道里站着 楼道里不行 怎么 楼道里也不行啊 她见不着我的话 她会着急的 你放心吧 我就等到她 听力彻底恢复了 我肯定一天都不来的 婷婷啊 你既然想跟其他小朋友 一样上学 却必须遵守学校的规定 你看谁带着家长来上课啊 你放心 老师跟同学都说好了 不准大声喧哗 不准制造噪音 不用害怕 好吗 你看看 你看看 她离开了我 她特别没有安全感 行吧 那 那你带她进去吧 但是 不能进教室啊 一百分之二百 再算四分之二十 二十分之二十 然后算二百家 二十分之二十 Пока Unless Ra dakika 测诱 姥姥 姥姥 婷婷 姥姥 姥姥 别跑 别过来 姥姥 下着雨 姥姥 有这么大的雨 我的孩子 齐老师 您这是何虎呢 您这是为了孩子好吗 您站在这 不也影响我上课吗 您这不是害了孩子吗 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 我实在是不放心 您看您把自己动的 生病了怎么办 您怎么照顾不好 怎么照顾孩子 走走走 别站在雨里了 来 快走 我进去 老七啊 你说 你这儿要病倒了 停停怎么办啊 咱们这岁数了 不能瞎瞅瞅 来 试个表 你 有退烧调吗 有 也是在第一个抽屉里 我进去 我进去 没退烧的了 那就是用完了吧 那我出去给您买点吧 太麻烦了 没事 你这样 你这样 你回屋先躺上去 煮饭吧 这我来 这我来 没事 慢点啊 小熊 小熊 跳个芭蕾舞 小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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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巴 小熊 丁丁 老了生病了 爷爷呢 去给老了买点药 你们俩好好的 不许闹 听明白吗 好好的 乖乖的啊 小熊 小熊 跳个芭蕾舞